昨天下午的两点多钟 在南京江宁区胡土路西洋湖路段 有一辆货车的前轮突然爆胎 失控的货车把路边的围墙撞到了十几米 司机被卡车中 接到报警之后 消防和交警立即赶往现场进行营救 这辆蓝色货车撞到围墙后 驾驶室严重变形 司机被卡车内 车上的货物也全部散落出来 消防立即展开救援 十几分钟后 司机被救出送往医院 附近村民称 他们当时听到一声巨响 出来看时驾驶员已经被卡在车内 当时货车驾驶室内 一共坐了四个人 除驾驶员伤得稍重 另一个人脸部也受了伤 这名乘客讲 货车运了一车铸铁件 行驶到这里突然爆胎 导致车辆失控撞到墙上 前台爆胎 爆来了 随后交警清理了现场 记者从医院了解到 被卡司机腿部骨折暂无生命危险